1月6日由北京市乔连主办 美国新媒体集团主要出资承办的 亲情中华第七届世界华裔青少年书画比赛 洛杉矶赛区的颁奖典礼 在尤巴琳达市的尼克松图书馆隆重举行 中国驻洛杉矶副总领事戴双鸣和乔务组长汤长安 世界著名艺术大师丁绍光和尤巴琳达市市长 Tenon Campbell等各界人士出席了当天的活动 活动由李红、陈静松、Bible Don主持 活动策划人、活动组委会主席李红介绍说 这是北京市乔连14年来第一次在洛杉矶举办活动 14年来 40多个国家的华人华侨自已出钱出力 承办世界华裔青少年书画比赛 被在海外传承中华文化禁令 在这一文化公益活动付出努力的组委会成员也走上了舞台 拉起了庆祝中美建交40周年的横幅 表达2019年新年一史在尼克松博物馆举行书画比赛颁奖典礼的历史意义 这个活动呢首先要感谢北京市乔连为我们大家提供的这个精神平台 那么我们海外的华人华侨呢 就是说给自己的华人的第二代 在这儿呢有一个提供展示才艺的机会 也就是说我们以中华文化为纽带 让我们海外的华人的子女们继续热爱他们父母的这个中华文化 所以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而政治2019年呢是个非常重要的年份 我们知道中美建交40周年 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还有我们中国建国70周年 所以在这个历史的这个关键的时刻呢 我们大家都是这个历史的见证者 所以就这颁奖典礼就选在了尼克松的博物馆的白宫来举行 戴双鸣副总领事表示 在尼克松图书馆举办活动具有特别的意义 当前中美关系遇到一定的困难 但这只是前进道路上的曲折 他相信在广大侨胞和美国朋友的支持下 中美两国人民一定能克服当前短时间的困难 将中美关系带入下一个更加健康成熟稳定发展的40年 尤巴琳达市市长Tenacombo回顾了中美建交40年的历史 40年前尼克松去中国开启美中两国友谊之旅 40年后大家在此相聚庆祝中美建交40周年 他希望通过两国间的在各方面的交流与沟通 让两国关系和平稳定的发展 这次比赛由丁绍光担任大会主席 由杰出画家佐夫、何能、周平光、段绍南、义军、张京成、刘晓清、黄和李令 以及书法家鲁安组成了超强阵容的评委团队 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 按照中华元素创意和色彩这三个方面 对美幅参赛作品打分 满分为15分 人类想象力最丰富的就是从6岁到12岁 我们从6岁到12岁小孩子就想象力 能够把他们保持下去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对艺术创作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大人经常用我们大人的观念来教孩子 经常讲的一句话 看小孩子的话 第一句话都是会这样讲 说你这话的像还是不像 这个像和不像是19世纪以前的问法 华夏电视台记者 由巴琳达市采访报道